我們今天繼續講張軒通西域 上集講到張軒很不幸被兇奴俘虜了 兇奴當時的皇上或者領袖的名字 叫老上禪於 兒子,不是老上禪於是老上禪於兒子 叫君臣禪於在位 君臣禪於見張軒手執的折象 就問張漢氏,你這次是去哪裏呢? 張軒心想,如果我說去獄之 那禪於一聽是他們的世仇 一定不會放過他 這樣自己的性命都難保了 不過,見到他都年輕 可能上兩代的恩怨 可能君臣禪於現在已經不太清楚了 如果真的這樣,就不怕說出自己的去向 所以他最後決定試一試 就把他去獄之的答案 或者這個行程 就說了給君臣聽 君臣就大笑了 他就說,獄之在我的北面 看天子怎麼會想起 有人經過我的領土去獄之呢? 正如我派人去南方的越國 是要走過你的領土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 看天子是不是都會答應我們 給我們這樣做呢? 或者這樣經過呢? 張軒就見禪於扯遠了 就趁勢都不說任何事情了 那禪於呢 就去到勸行張軒 張軒就不答應 但是這個禪於又不敢殺死張軒 已經得罪漢朝的 於是呢 張軒等人呢 就被關押在牢房那裡 那幾年過了去 或者是慘了幾年 那禪於呢 即君臣禪於 就為了感化張軒 就把兇奴的女子嫁給他 過了沒多久呢 張軒就有了一個兒子 那禪於就把他們和金婦等人 一起放逐到西部 那禪於認為張軒已經娶了老婆 又生了兒子 所以就對他放心了很多了 但是想不到這個張軒 仍然那份忠貞是很厲害 時刻不忘自己的使命 那如今呢 比時宜放逐到的西部更好 因為離西域更近了 心裡面都暗自在高興 於是呢 他仍然很堅毅 每天就專心去牧羊 漸漸呢 就兇奴已經不再過問他們的生活了 不再怎樣監視他了 那張軒呢 在鼻孔的第十一年 做了他的第十一年真的很慘 當年那些外國的 就是作為外事很淒慘 他率領政客的看事 終於逃出了兇奴的魔掌 然後呢 還有他那份堅持很厲害 正常 我想事允奴對他不太差 又儲了老婆 那不如平平淡淡生活 都沒有人罵他 對不對 但是呢 他的那個事命 那個 那個 承擔感 很厲害 是的 終於逃出了兇奴魔掌 然後呢 繼續找慾知覺 慾知覺 那麼兇奴生活了十一年呢 令到張軒已經很了解兇奴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待人之物等等的例子 加上他已經說了一口流利的兇奴話 所以他一路走來呢 都沒有遇到什麼的麻煩困難 那麼兇奴人呢 都當他是自己人 他呢 走了千里的草原之後呢 就進入了西域的沙漠地帶 是千里的草原下的大哥 那麼沙海茫茫啦 就是又見不到盡頭 那麼百日呢 就太陽曬 熱到死 夜晚呢 又冷到死 那些溫差很厲害 又有風沙啊 碎石啊 那樣呢 所以呢 張軒都很辛苦的 一班人呢 很艱難地在沙漠裡 就是一步一腳印地走出來 涼食就吃光 那麼呢 水又沒得喝 那麼他都帶了一些馬 或者身邊有些家 就是有些動物一起 可能是代步的工具呢 最難忍受呢 就是無水喝 那麼帶來的水已經喝光了 那麼生口又沒東西喝的時候呢 都跪下了 那麼真的很難搞啊 那麼這些漢市呢 都是 但是繼續以堅毅毅力 終於走到這裡 綠洲的地方有水了 那麼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張軒入西域到達的第一個國家 就叫劉蘭 那麼劉蘭的牧民對張軒呢 都一班人很和善 那麼而當初呢 空爐佔領了劉蘭之後呢 就將劉蘭作為一個附屬國 所以這裡呢 那個空爐的影響都很深 那麼張軒聽說 劉蘭的都城呢 都住了很多空爐人 那麼怕惹出麻煩呢 就接受了牧民贈送的禮物之後呢 就繞道離開了劉蘭 繼續向西行 後來就到了一個小國 就叫呢 衛泥國 補充了糧食和水 跟著呢 就經過這個大國 這個表面讀一讀龜 G 龜就是 一隻烏龜的龜 G就是 草花頭 下面有兩個好像 巧思邊的 那個C 那樣 那麼 讀音呢 我那時候讀書 都是讀一個溝詞的 經過溝詞 有一個國際 菇麥國 菇就是菇 就是麥水就是麥 後來呢 又到過兩個教室的國家 溫宿和蘇勒 那這個時候呢 張軒就跟一個 剛剛 從西邊過來的商人 就聊天 就問起 肉之國在哪裏 商人就說呢 要翻過這個沖嶺 就是翻山越嶺 那沖嶺就是 今天有哪裏 就是帕米爾高原 就是中國其中一個最高的高原 就是有青藏高原 那帕米爾高原應該是 中國最高甚至有機會是全球最高的高原 的平原 那呢 就 唯有這樣走 那樣 那 聽到這番話呢 就 反而沒有害怕 哇 看到前面的高原 這麼嚴重 他反而沒有這麼想 他反而呢 是熱情高漲 立刻很興奮 立刻趕到 那究竟張軒 他接下來的歷程會是怎樣呢 是否順利可以去到肉脂國 去跟肉脂的國王一起聯合呢 去對抗奧奴呢 但是已經相隔了整十幾年了 那這個世界應該都有很大的變化 是不是他期望的 應該是現實和他期望 會不會有很大的距離呢 我們下集再說了